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北京时间3月25日,2021-2022赛季,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,WHL,展开场规赛,第33轮较量,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管的,深圳昆仑红星瓦和阳光队客场,以3比1,乍胜无法队。 休斯顿拔得头筹,卡比宁以球一助攻,塔帕尼,攻入锁定胜局进球,卡瓦两次送出助攻,米勒和托米宁,也各有一次助攻。 守门员来提,做出了29次有效扑救,扑救成功率,96.7%,客战无法,深圳万科阳光出场阵容,有16人,于百威、米勒、王雨晴,等球员回归。 球队首发阵容,为前锋、诺丁、塔帕尼,和卡瓦、后卫、克里伯内、托米宁、门将士、诺拉来提。 第一局,双方护右攻守,4分57秒,无法队18诺瓦,在地把区,冲撞克里伯内,背叛犯规,深圳万科阳光多打扫,在对方门前,形成了压制,但是,并没能取得进球。 9分37秒,卡维宁,将球传到前场,米勒回敲,休斯顿破门,1比0。 14分49秒,托米宁,在回防过程中,阻碍对方球员,背叛犯规,15分43秒,无法队员犯规,双方都没有抓住多打扫机会。 第一局,深圳万科阳光,摄政球门,以10比6领先。 第二局,无法队明显加强了攻势,把深圳万科阳光队,压制在本方半场。 23分12秒,克里伯内犯规,深圳万科阳光,少防多。